本土確診案例增長快速 指揮中心內部評估 全臺每天新增確診數 幸好目前百分之九十九點六 九確診者是輕症 不過週三還是增加了十六名 種種症個案 其中兩例重症 一例是八十多歲男性 有癌症病史接種過三劑疫苗 一例是十多歲的女學生 沒有接種過疫苗 兩人都有肺炎 合併呼吸窘迫症狀 加護病房住院中 另外新增的兩名死亡案例 分別為七十多歲 和五十多歲男性 其中一人有癌症病史 原本是中症 因癌症住院採檢確診 病況惡化後 選擇安寧治療過世 想和病毒長期抗戰 疫苗依舊是重要關鍵 現在又有莫德納到貨 兒童的半季莫德納疫苗 最快五月二號開打 至於未成年人的染疫率 零到六歲 占確診人數百分之七 七到十二歲 占百分之七點四 十三到十五歲 占百分之二 高中生占百分之二點九 指揮官請民眾遵守防疫規定 也要提升自我照顧的意識 處變不經面對這一波 還沒到最高峰的疫情 今期新聞劉嘴 魏林彥 成本報導